巴以冲突爆发以来,由于加沙地带的医院与墓地已不堪重负,当地卫生官员不得不将冰淇淋车用来放置遇难者遗体。 加沙地带一间医院的医生透露,太平间只能容纳十具遗体,因此不得不从当地冰淇淋工厂迎进冷冻食品车来储存。 这些冷冻车通常用于向超市送货。 冷冻车的侧面亦有微笑的孩子们,想用甜筒冰淇淋的广告,而现在,他们却是这场残酷战争中无数受害者的临时停尸房。 但据了解,这些冰柜仍然不够,医院和太平间仍然超负荷,还有多达30具尸体被安置在帐篷里。 加沙当局表示,以色列空袭迄今已在当地造成2300多人死亡,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,近一万人受伤。 这次空袭是以色列,为了报复哈马斯10月7日发动的袭击,以色列称袭击造成1300多人死亡。